谨遵李洪志大师的教导 法轮功学员是企业最爱 中国大陆在中共无神论灌输下 肆无忌惮地追求个人私欲 每个人无时不刻都在想着一夕致富 为了获利、造假、卖刺激品充当优质商品、走后门等等 无所不用其极地追寻利益 因而买卖纠纷层出不穷 如此一来,让当官者又有拿钱裁办式的机会 可说整个国家环环相扣,尽是在力中打滚 但是,近十几年来,出现一群很不一样的人 他们自律性高,仍然是社会的一股清流 这群人打从学做一个好人开始 逐渐地影响到周遭的人与环境 使得社会道德得以普遍地提升 相信假以时日,社会必定呈现另一番风貌 就让我们来看两则 他们在职场上的表现 汉生是一名中国大陆执法机关的公务员 从事多年的纪检和监察工作 工作的一部分是处理消费者投诉 2013年过年前,一个中年女消费者来到她的办公室 说,为老百姓办事,人推你不推 我是专程来感谢你的 原来这个女消费者花了几万元 买了当地的名牌暖气 结果暖气漏水 她找商家退货 商家说,只能修,不能退 汉生考虑老百姓买点东西不容易 花了很多钱,品质又不好 就按规定与商家沟通 最后同意退货 女消费者说,今天是专程来拜访她 说着说着,就递给她一本很普通的日记本 放她桌上,说 这本你必须收着 汉生觉得奇怪 拿起本子一番 里面夹着一叠百元面值的人民币 约有上千元 她马上把本子交给她 我练法轮功 按真善任做事 做事不求回报 这时科长来了 那个女消费者很激动的走了 现在很多商品品质都不佳 商家只追求眼前尽力 不讲道德信誉 假广告盛行 政府相关责任单位默不作声 睁眼不见 所以很多消费者和商家的矛盾 根本解决不了 汉生一般先劝 消费者不要生气 缓一缓 总有法子解决的 既然各种法律 法规 冠冕堂皇 就按照规定 往上级部门找 上级部门不愿事情闹大 通常都是推给下级部门 这样汉生就有机会和商家沟通处理 因而帮消费者解决了很多问题 消费者都很感激 喜宾是辽宾大法弟子 2001年他在一家中日合资的企业做成本会计工作 该企业生产超高压电缆 从开工式生产以来 击转了几座大山式的废电缆堆 而且每月还在继续产生 经理决定委托外加工解决费电缆问题 让他负责这项工作 并建议多找几家竞争 从中优选一家长期合作 如此一来 他成了众矢之地 厂家人员都来讨好他 请客 送礼 登门拜访 这项工作在别人眼里 简直是个大肥差 以他家当时的经济情况而言 实在很需要有更多的收入 因丈夫单位不景气 上全勤 却只能拿六成薪 每月只有四百元 儿子大学毕业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女儿正在念书 她的收入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 如果是在修炼前 她也是求之不得 逮者不拒 如今修炼了法轮大法 要按照真善忍 修心向善 做好人 不是自己的东西 不能要 不但要为公司负责 也要为厂家着想 并把大法的美好 传递给他们 他一一谢绝 并和他们讲明情况 可有一个农村人特别固执 他本来也厚到老实 但在经济大潮中 也被一日千里的道德下滑社会所薰染 他请客 喜宾不去就塞钱 塞钱不要就送大米 豆油 最后在超市够了一车东西 非送不可 喜宾跟他讲 你们只要按照公司的要求去做 把活干好 你不给我送礼 我同样会选中你的 李庸志师傅告诉我们 做事先考虑别人 遇事先想对别人有没有伤害 别人再忍受着痛苦 还要给我送礼 面对你 面对公司 我怎么能心安理得呢 他听了很受感动 说 这世上哪有白给不要的人啊 也只有你们练法轮功的 不但不要 还反过来替我们着想 我可遇到真正的好人了 接下来 喜宾又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 从此他诚实守信 活干得越来越好 经理很满意 他真的成了公司的长期合作伙伴 修炼法轮功的人 价值观真的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凡是以整体利益考量为优先 易于时下社会 以切相私利看齐 不怪乎法轮功学员 企业人人爱 只要是争才 法轮功学员就是首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